上一个轮回,我们主动将怀表交给了黑衣人 但他还是没有放过我们 选择了灭口,我陷入了无限的循环 再也找不到有用的线索来打破这轮回 于是我又重新的梳理了一遍 最后发现一个关键信息,让我恍然大悟 黑衣人之前的口供里面说的是 妻子的父亲是在平安夜一个星期后被杀害的 临死之前,口中还一直重复着恶魔这个词 而妻子却说,自己是在平安夜的当天杀了父亲 两个人的时间线完全对不上 而且我记得冰箱上贴的拍利德照片 正是八年前的平安夜 自己在咖啡厅第一次遇到妻子偷拍来 所以真正的凶手不是妻子,而是另有其人 那么凶手又到底是谁 正当我疑惑不解的时候 妻子又提供了一个信息 父亲的那个私生子,妻子从来没有见过 只知道母亲对他嫉恶如仇 称呼他为恶魔 这一下所有的线索都对得上了 原来妻子那天并没有杀死父亲 他的父亲侥幸地活了下来 而是在一个星期后被自己的私生子杀害的 清理了头绪后,这一次我换了一种方式 回家后,直接躲进衣柜 用手机提前打电话给黑衣人的女儿 告诉她自己的妻子是无辜的 希望通过她来改变黑衣人的行为 幸运的是她同意打电话给自己的父亲 劝说她 然后跟妻子一番对话后 直接等待黑衣人的导演 果不其然,在黑衣人快到门口的时候 她收到了女儿来电 一番教育后,让她稍稍地平息了一些 接着我们再一次地重复了之前的对话 告诉她凶手是妻子同父异母的兄弟 并且给了照片作为证据 还给了她梦寐以求的怀表 这一次终于成功了 黑衣人相信了我们的话 没有杀人灭口 她为了感激我们将怀表赠欲给她 答应帮妻子找杀害她父亲的凶手 也就是妻子同父异母的兄弟 当妻子问及到 如何找到的时候 黑衣人回答 先从保姆开始 但是因为年代久远 已经记不住保姆的名字 只知道名字跟花有关 随后便扬长而去 心里的石头终于放了下 一切的罪证也终于洗白了 我以为就这样可以结束轮回了 两人终于相拥在一起 没想到 我又回到了原点 谢谢 谢谢